還有什麼 你的R-Wa R-Wa降低的時候 你的Veta就大起來 這個會吧 你R-Wa是剛剛畫得太複雜了 這一個在這裡 假如R-Wa是0.05的話是這樣 這個是True在旁邊 在這裡 好 0.05的時候是這樣 假如是這樣 所以假如是0.05的時候 它的Veta是這麼大 對不對 這個假如有兩個尾巴的話 是到這裡 是在接受的範圍 這裡是它的Veta 假如R-Wa是這麼大的時候 0.05是這樣 R-Wa是0.01的時候是怎麼樣 月到這邊對不對 0.01的時候是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然後是0.01的時候 結果它的Veta是不是大起來了 到這裡 到這裡 紅線這裡 Veta是不是大起來 所以呢怎麼樣 你看到的這兩個矛盾 Tip1跟Tip2R-Wa是怎麼樣 你要把Tip1R-Wa降低的時候 自動就把Tip2R-Wa增加了 把Tip1R-Wa增加的時候 Tip2R-Wa會減少 就這樣 這兩個 這個你沒辦法把握 沒辦法掌握 你不知道 這個呢 你好像也莫可奈何 你要一個R-Wa小 另外一個R-Wa就大 OK 那 那你說統計沒法折了嗎 有 我告訴你 怎麼樣子呢 怎麼樣的法折呢 你想想看 這一個的線 這個Normal 這兩個Normal Distribution 假的跟真的的Normal Distribution 什麼時候會比較集中 然後比較分開來呢 就是這樣 假設我這一個 這一個那個曲線 那個重疊的部分 怎麼樣會比較少呢 我雖然Set的是這樣 但是我假如我這一個是怎麼樣 假如我這一個是這樣子的 很集中 是這樣 那我這一個呢 這一個True的呢 也是很集中的的時候 這個要對稱喔 沒有畫 怎麼樣 它的β是不是會小掉 怎麼樣叫做對 它的這個Virus變很小 這個就是它的Virus變很小 μ沒有變嘛 對不對 我們上次講過 Virus變小 μ沒有改變就是這樣 這個紅色跟這個綠色 變成這樣的時候 你看看 它的重疊的區域 譬如說紅色的這個 弄了一個 什麼 就變成這樣 百分之五 然後接受的範圍在綠色的之下 很少的一點點而已 為什麼 它非常集中 那這是什麼 讓它Virus變很小 是怎麼樣 它的Virus是什麼東西 X bar的Virus是什麼 N分之Sigma平方變小 你把這個弄小了以後呢 它這個X bar的這個中度就很集中 所以這個Tab to error的機率就會變小 那怎麼樣子讓它Virus X bar的這個分部變得很集中 Virus變很小呢 是怎麼樣 也就是說 我的N要大 Virus要小 N要更大 N是什麼 我取樣的時候 那個Sample size要大 這個呢 告訴你什麼 做實驗的時候不要偷懶 取的Sample size要多 要大 所以呢 N會大 還有呢 你所做的那個族群 它本身的那個觀測值 是比較均勻的 比較不會撐吃不齊的 那它Virus就小 那這個你也沒辦法控制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控制的是什麼 當你在做這些測量的時候 你不要再增加有的沒有的一些誤差下去 這樣子 測的比較準一點 用比較好的天平或測量儀器下去 然後很細心的去測 不要隨便增加它的Balance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就可以讓β變小 所以解決的方式在哪裡 所以想辦法 雖然你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β有多大 但是怎麼樣 我們盡量把我們的Sample size加大 讓我們的Virus降低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整個的概念裡面 我們就知道它的β會降下來 就這樣 所以要交給大家的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β有多大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提出來的 跟我們的True的這個族群是距離有多大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到最後的時候會做了這兩個動作 但是做了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比較沒有信心 因為β多大我們不知道 做這個動作呢 最大的錯誤只有這個阿法而已 所以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好 我們講到這裡的話 大概就是把整個概念講完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告訴大家這個 那從頭到尾七個步驟怎麼做 然後給大家兩個例子 我們在這裡休息五分鐘一下 剛剛講到β 它2L的大小叫β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名詞 給大家叫做1-β等明是什麼 power of test 好不好 你只要遇到這個名詞的話 power of test 就是來區分處跟你的null hypothesis之間的能力 叫power of test 就是1-β 我的β越大 我的power of test 就越小 好 這個只是一個名詞讓大家知道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整理了 把剛剛講的觀念 然後用來我們的整個的test裡面 怎麼樣把它排列出來呢 我們有七個步驟 把它寫出來七個步驟 那請你按照一二三四五六七這樣的步驟 把它寫下來 第一個呢 我們提出來就是我們的null hypothesis null hypothesis 一定要寫的是我的prometant mu或是sigma平方 一定要用這個prometant 不要寫statistic 然後這邊呢 是等於某個數值 因為你要有一個distribution 它的這個機率分布來做比對嘛 等於某一個數值 等於mu0 這個mu0呢 就是指著這個prometant的大小 你的educated gas是多少 寫mu0 ok 然後第二步 是 alternative hypothesis 也就是說 後面我們做的test了以後 假如我們拒絕H0的時候 要接受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把它寫在這裡 所以這個alternative hypothesis 也一定是寫的這個prometor 然後呢 跟這個H0是相對的 相對的 你可能是這樣子 也可能是怎麼樣 是你要 你拒絕它以後 你要接受它 或者是呢 我拒絕了以後 我要接受這個 這三個裡面請你寫一個 不要三個都寫出來 好 所以我有第二步 然後第三步呢 我的assumptions assumptions有三點 第一點呢 我說 我的這個觀測值 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自己寫齁 什麼東西是normal distribution 請你把它寫出來 不要只有寫兩個字 叫normal distribution 沒有人知道你在講什麼 是normal distribution 一定是我們那個觀測值 那個x 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好 這個東西是個normal distribution 好 第二個呢 是我們選出來的那個樣本 是一個random sample 或者有代表性的random 從族群裡面取出來的一個有代表性的一個random sample ok 好 第三個呢 第三個呢 是一個不合理的一個東西 但是呢 我們到這個禮拜為止 一定要做這樣的假設 才可以做 那這一個呢 你心裡面可能會覺得不痛快 但是沒關係 我們下個禮拜就會把它 這個不痛快把它解決掉 那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你為了我們要講解七個步驟的這個整個test的觀念 我們暫時先接受它 好不好 先把它弄熟悉起來 那下個禮拜我們這個 你心裡面覺得 覺得不太痛快的這一點 就會把它消除掉了 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一點是什麼呢 Sigma平方已知 Sigma平方它是什麼意思 族群的variance要已知 那你想想看 為什麼族群的variance要已知 你看看我們剛剛做的 Z的test裡面怎麼樣子 Z的distribution裡面 它的分母是不是要除一個 根號N分之Sigma 那個Sigma是什麼 是族群的parameter 但是你手頭上有沒有 那個族群的這個parameter 沒有啊 我們手頭上有的只有什麼 樣本 一個樣本 然後那些樣本的觀測值 那頂多可以算出樣本的statistic 這個或這一個等等之類的 哪來了Sigma平方呢 但是呢 照彎物照 我們這個禮拜先交到這裡 下禮拜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OK 好 所以假設先已知 好 然後第四步呢 把我的alpha定出來 你想要用0.05或0.01 譬如說是0.05呢 還是0.01呢 你選擇一個 或是alpha等0.01 你不要兩個都寫喔 只寫一個 那我的parameter的機率 我要放多大 你選出來 你寫出來 好不好 好 然後第六步 第五步呢 你把你的critical region 或region of acceptance把它定出來 來 critical region跟region of acceptance 是相對的 不接受就是拒絕的範圍 那是誰的呢 我們等一下要用z distribution來看 所以我們就把z的弄出來 z的弄出來的時候 怎麼弄呢 怎麼找出critical region來呢 是按照誰來做的 按照阿華的值 還有呢 HA這兩個 來定critical region 怎麼樣呢 我的alpha是多少呢 我的HA到底是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那 然後我就把我的critical region定出來 這樣知道嗎 我們剛剛談了 假如我的alpha0.05 HA是沒有方向性的 那我就把0.05這個機率 放在兩個尾巴 末端的這個兩個尾巴 這樣子 然後一邊是0.025 這一邊的機率也是0.025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critical region 然後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我的接受的範圍 region of acceptance 那假若呢 我的是alpha0.05 我用的是這個alternative hypothesis 的話 我就把0.05怎麼樣 都放在一個尾巴 那個尾巴是哪裡呢 是這邊的整個 這個叫0.05 那我的z值這個是多少呢 1.645 所以我的z值等一下 假如轉出來大於1.65的話 然後我就會拒絕h0 接受ha ha就是這一個 對不對 μ大於μ0 然後這個範圍 就是我都接受 所以假如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假如我的z掉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還是接受 這樣懂嗎 ok 因為我不會去接受這個嘛 這樣懂嗎 只有掉到這裡來 我才會去接受它 那當然呢 假如是這樣子的時候呢 ha是這樣的話 我就把0.05全部放在這一邊 然後這個叫critical region 這樣聽得懂嗎 好 這樣我set出來了以後 第六步 我就取一個樣子 然後呢 計算它的什麼statistics 這個statistics 在我們這邊的例子裡面 就是計算它的x bar 然後由這個x bar呢 我就要知道說 假如這個x bar 就是從我提出來的這一個 這個no hypothesis的這一個 平均值等μ0這樣的族群出來的話 這個x bar出現的機率 是掉到哪邊去呢 是掉到這裡來 還是掉到這裡來呢 等等對不對 所以這個x bar呢 然後把x bar轉換成為z值 這樣會嗎 我的z值怎麼轉換呢 我的x bar 我的x bar 它假如是從族群等於u0 u0是什麼 就是我提出來的這個no hypothesis 這個族群的值 裡面出來的話 那麼除以根號 n之sigma的話 那它的z值是多少 我把這個z值算出來 這樣懂嗎 所以你可以算出z值來 可以算出來 我手頭上有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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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樣本 我可以算x bar有沒有 這個mu0就是誰 就是我提出來的 這個no hypothesis 這個mu0的值 然後我這個樣本有多大 所以我根號n可以有 這個呢不合理 但是我們說在這裡 假設已知 會告訴你是多少 那下個禮拜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禮拜為止這樣子 OK 好 第七步 我由我所得到的這個z值 要來下結論 我不寫了 為了登記時間不必寫 我得到的這個z值呢 我就來看看我剛剛建立起來的 critical region 跟regional acceptance 假如我的z值 落在critical region裡面 我就拒絕h0 接受了ha 然後說它的mu是怎麼樣 拒絕h0接受ha的時候 要告訴人家說怎麼樣 我有可能有小於r化的幾率 犯t1 error 要寫喔 好 那麼假若我得出來的z值 是落在接受的 z的接受的範圍 我就接受了h0 說我的mu就是這個mu0 然後這樣的結論有沒有錯 要告訴人家 說後面要加一句 我有可能犯t2 error 那這個t2 error的幾率多大 請你不要寫 寫出來 你反而是讓人家覺得說你是外行 因為什麼 內行人就知道t2 error是不知道的 知道嗎 所以t2 error的時候 你就不要寫幾率 t1 error你可以說我頂多是到 一定要說我的t1 error的幾率是多少 這樣懂嗎 所以t1 error幾率有多大就是呢 我最大大到 我有小於r化的這個幾率 換t1 error 可以嗎 第七處就這樣自己寫 好就七個步驟就做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有一個有兩個例子要來做 這兩個例子呢一開始很簡單 有一個科學家呢他要問的就是說 他做了某一種昆蟲 然後他聲稱說 他那個昆蟲彈暖平均呢 每一次產40個 每一次產40個 各位這個是什麼 每一次產40個 他聲稱的 然後呢 他從這種昆蟲裡面 找了幾隻昆蟲出來 看看他每一隻昆蟲彈暖的個數呢 他找了16隻取了一個樣本 n等16 啊這個族群在這裡齁 知道了多少 然後每一個產暖的個數 那他把它算出來 叫平均是41.5個 這些16個 16個昆蟲 他每一個產多少跟暖 然後把它算出平均是41.5個 然後已知的是什麼 已知的sigma是4個 這是41.5個 這個我們剛剛說要已知嘛 然後他請你測試說 這個科學家說這個昆蟲 這個產暖平均每一次40個 這樣子是一個 是可接受的嗎 好 所以這一個的話 HA就寫什麼 不等於40個 而三群是什麼 有三個 第一個呢 什麼是normal distribution 昆蟲 每一次產暖的個數是normal distribution 會寫嗎 會寫嗎 自己寫 什麼是normal distribution 他寫出來 昆蟲每一次產暖的個數是normal distribution 什麼是random sample 我從這個昆蟲的族群裡面 所取出來的這16隻昆蟲 是一個有代表性的這個 蟲群取出來的樣本 這整個昆蟲裡面 有代表性取出來的一個蟲群的樣本 然後這個sigma平方 這邊可以寫sigma平方或sigma都可以 你只是要認好是到底sigma還是sigma 這等於四個 已知 假設它與之是四個 然後呢 R化呢 我看看我們這邊定了多少 0.05 我們這裡0.05 好 然後critical region 好 critical region 我們說要按照什麼 R化跟HA來決定critical region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決定了我們的z的這個critical region 好 我們的R環是多少 0.05 我們的HA是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要把這個0.05分別放在兩個尾巴 所以一邊是0.025的機率 兩個加起來才會是0.05 對不對 那0.025的機率這個z值是多少呢 這是1.96-1.96 所以我們的critical region就在哪裡 假如我的z大於1.96 或者我的z小於-1.96 我就會拒絕H0接受HA 假如我的z值等下算出來在-1.96到1.96之間 我就會接受我的H0的意思 好 所以critical region跟regional substance 把它弄出來了 所以這個叫critical region 這裡面的叫做 這裡面的範圍叫做接受的範圍 好 做出來了以後 我取了一個樣本 對不對 那個樣本的平均值是41.5個 OK 所以我們取了一個樣本 計算它的x bar是41.5 然後看看這個x bar 假如從mu等於40這樣的族群出來 它在那邊的z值是多少 所以我這邊就怎麼樣 我把這個x bar是多少 41.5 減掉這個mu0是多少 我提出來的那個40 圖上多少 根號n 根號n是多少 16 對不對 Z呢 Sigma呢 四個 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把它算出來 這個數值是多少呢 1.5 所以我的z值等於1.5 第七步我要下結論 第七步我要下結論 我怎麼下結論呢 我的z值等於1.5 然後我回來看我剛剛第五步所做的 critical region和region of acceptance 我的z值是1.5 你看看這是z值 橫軸是z的值 越左邊越小的值 越右邊越大 中間的平均值是0 我的z值是1.5 落在哪裡 一定是在0跟1.96之間嘛 可能差不多在這裡 對不對 我z值是1.5 所以我的z值是落在我的 region of acceptance裡面 所以我就接受h0 說這個昆蟲產卵 每一次產卵的這個平均值呢 是40個 然後後面還沒結束對不對 後面要告訴人家說 有沒有可能這樣的結論是錯的呢 有 這樣的結論有可能會發 tattu error tattu error 你接受的時候一定是tattu error而已 不會是tattu error 對不對 tattu error的機率就不用寫了 我有可能犯tattu error 就這樣子 結束七個步驟 好 這個是比較平伏直序的 我們來一個考驗 就是說 attuity hypothesis 什麼時候要用有方向性的呢 來考驗一下 這下面一個科學家他做的呢 就是有點挑戰性的 也是我們今天最後要講的主題 來 有一個科學家 我想這個是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很愛去做那個老鼠跑迷宮 至少在二十三十年前是這樣 老鼠跑迷宮的時間 他找了一種老鼠去做了一個 他設計了一個迷宮 然後說這種老鼠來跑這個迷宮呢 最多 最多需要三分鐘 好了 你看到這樣的形容詞 他的聲稱是這樣 這個老鼠跑這個迷宮 最多需要三分鐘 OK 他是這樣的聲稱喔 他說最多需要三分鐘 然後他去找了幾隻老鼠來做 他的樣本 他的樣本有 25隻老鼠 他去找了25隻老鼠來做 那每一隻老鼠呢 都讓他跑一下這個迷宮 然後把他記錄下來 第一隻跑了幾分 第二隻跑了幾分 總共有25隻老鼠 每一隻都跑了幾分鐘 然後做出來了以後呢 把他算出來 平均值是3 平均值是3.5分 OK 然後 假設 sigma 已知是0.5分 這個我們說要假設已知嘛 好 請你測試看看 你看這個人的聲稱 可不可以接受 然後你看看 最多虛實3分鐘 好來 第一個 H0 U等於3分鐘 好來 這邊請你記住 請你一定用等於 你就說 我假如不用等於呢 不用等於 只有什麼 大於等於 或是大於 或是小於等於 或是小於 這些東西 那 那個是什麼 非常多的 distribution 對不對 有多少個大於 這個有多少個 distribution 無限多 那這個也有 無限多個 distribution 那你根本沒有辦法 找哪一個分佈的機率來比對了 所以請你這邊 想要放等於 那你就說 那我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 到最後可以來解答這個 科學家的聲稱呢 請你用H0跟HA兩個 組合起來 來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 所以現在就考驗你的能力喔 來 邏輯 你想想看 經過我上面的暗示 凝視了以後 你知道說 這邊 一定不會放不等於 對不對 有可能是放這樣 對不對 有可能是放這樣子 有可能是放這樣 有可能HA是這樣 我要用這樣 我要用這樣 還是用這樣子 然後 這兩個 組合起來 我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呢 這就一個 邏輯喔 你要去把它分辨出來 因為怎麼樣 我這個是放這裡 或是這裡的時候 就影響後面的critical region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這邊要弄對 請問 你現在又來了 選擇題 要這個的還是這個 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要這樣還是這樣子 想好了嗎 有人點到想好了 來 要這個的人請舉手 好 來 趕快決定 好 來 好 要這個的人請舉手 有一些人是要這個 告訴你要這個 要這個 要這個才對 要這個才好喔 為什麼 他要來 用了這個結果呢 要來回答這個 最多需要三分鐘 所以你假如用這個 有解答他嗎 沒有 你要你要接受他 或拒絕他嘛 對不對 那你要接受他 你怎麼樣子 可以反駁他 一定是要大於三分鐘的時候 你才可以反駁他 所謂最多需要三分鐘 有 這個 剛剛說這個的人 想一想 想不通的時候 要繼續來問喔 好不好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 用這個 三分鐘 Assumption 什麼是normal distribution 老鼠跑迷宮的時間 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什麼是random sample 什麼是random sample 我現在所取出來的 這25隻老鼠 他是從這個老鼠裡面 取出來的 有代表性的random sample 我sigma呢 等於多少 0.5分 那的話呢 我現在設了多少 假設我現在設 還是0.05 0.05 然後critical region呢 怎麼樣 我按照我的r 來設定 我的critical region r跟ha兩個 要來設定我的critical region 這是0 我的r是多少 0.05 還有ha是大於的 所以我要怎麼辦 把這個0.05 全部放在大於的這邊 大的這邊 這個0.05的幾率 全部放在這個尾巴 然後呢 這個值我把它找出來 這個值到多少 1.645 所以我的critical region 就是什麼 等一下我算出來的x bar 假如變成z值的話 掉到大於1.645的話 我就會拒絕h0 接受h0 假如我等一下算出來的z值 是小於1.645的話 那麼我就會接受到h0 所以regional acceptance在這邊 這是critical region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得出來 計算了我的x bar 是多少 3.5分 然後我把這3.5分 轉換成為z 那我怎麼樣轉換成為z呢 我這個x bar 是3.5分 把它帶進來 然後它是不是從族群 是3分鐘的這個h0 提出來的這個mu0 提出來 下面呢 根號n n是多少 25 所以根號25 sigma 已知叫做0.5分 轉出這個z值 得出這個z值是多少 5 只有5.0 好 最後一步要下結論 我的z值是5 5落在哪裡 你回來看這一個 5 在這個整個z的橫軸上 它比1.645還大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z的這一邊對不對 所以是掉在這邊 所以是掉在哪裡 所以 掉在critical reach裡面 所以呢 我就拒絕h0 接受ha 說 這個老鼠跑迷宮的時間 是大於3分鐘的 然後我了解 我頂多有小於5%的機率 犯taiwan error 後面要寫taiwan error 後面要寫taiwan error 你拒絕了一個NUHA process 就一定只會犯taiwan error taiwan error taiwan error的機率有多大 你知道最多是多少 寫出來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 最後的結論是怎麼樣 他說最多只有廢時3分鐘 你有沒有下了結論 他說錯了 這樣懂嗎 因為出來是會大於3分鐘 你就說 哎呀這個平均值3.5跟他聲稱的3分鐘 他說差不了多少 但是怎麼樣 他其實是大於3分鐘的 那麼之後呢 我們會再繼續講 你只有看平均值 好像你的直覺好像 這個跟這個3.5跟3不是差不了多少 為什麼測試出來會是 會是不同意他的講法的呢 是取決於什麼 我們之後會再繼續的 教你來看說 為什麼統計出來會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整個的這個要測驗的概念 國籍還有他的方法 就是按照這樣的七個步驟的方式 來把它完成